今天在我昆頓身邊有Travis 歐國成 Hello 昆頓大江 Hello 你好 今次上來聊天因為你有你的第三首單曲 沒錯 叫做《最後中星》 跟你說這首歌之前其實都想問一問 因為上次你派第二首歌的時候 就沒有跟你聊天 其實那段時間就是香港疫情最重要的那段時間 你出了一首國語歌叫什麼 《有一種遺憾是不能遺忘》 對 有一種遺憾是不能遺忘 但很可惜地就好像一首歌被人遺忘了 對 也有這樣的感覺 我想其實在疫情最厲害的時候 你派了一首歌出來 但又好像宣傳又做不到 配套又沒有了 其實會不會覺得有點浪費呢 也不會的 因為我覺得 我是在說自己的故事 由始至終我寫歌都不是要 想很大紅大紙 由始至終做音樂 我都是秉承著寫我自己人生的故事 可以令人有些啟發 或者有些感想 在那段時間出了一首歌 但有緣的人就自己去找來聽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會自己上網 或者去音樂平台找歌聽 沒錯 好 來到現在 出來的第三首歌 這首歌叫做《最後鐘聲》 其實我看是用一個 死亡 倒數去做這首歌的題材 其實你寫的時候 你在想什麼 寫的時候其實在想 整個世界本身是殘酷的 即是你一出生 那一刻 其實你已經注定死亡 只不過是遲死倒死 你不知道倒數到多久 是的 其實你知道自己死亡 可能我現在也知道自己 也知道自己有一天會結束 會不會這麼悲傷的情況下 你已經放棄了你的掙扎呢 還是我知道自己 我當有些有癌症的病人 他可能收回一個月的命 他那一個月裡面可以做什麼 還是反正都要死了 那頂點 還是反正都要死了 不如活得精彩 有所掙扎呢 所以這就是我想表達的東西 其實人一開始 其實都已經在倒數 即是你不知道 那個period有多長 你要等多久 但是當中 其實我們看到的目標 其實去到最後 我都是相隔一身 躺在那裡 但是中間的東西 我們要做多少 做多漂亮 如何去過自己人生呢 但是其實 為何會有這樣的想法出來 要去做一首歌呢 因為其實這段時間 大家都知道 經歷了很多事情 即是香港 直到疫情 所有事情都停頓了 甚至我們做幕前的 完全是零收入 因為我本身也是做幼稚園教班 全部都停下來的時候 我覺得我人生好像沒有了意義 我完全覺得自己好像被世界遺忘 因為什麼都做不到 家裡有很多人說 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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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能看幾天 你看到這兩個月三個月 那些人都瘋了 所以有一段時間 那些人都已經要 不管疫情 都要去行山 都要出去 其實就是你人生沒有了意義 突然停頓了 所以我想表達的一件事就是 你要如何在中間 找到你自己的生存之道 其實今次這首歌 就是在疫情中間 你有敢而發 發覺 我不行 就這樣混在家裡 好像不視生產地 甚至沒有自己的價值在哪裡 原來可能你正式是幼稚園的 但是 喂 不用上學 是 怎麼辦 然後你要做音樂這方面 其實大家都在停 那 怎樣去處理這段時間 你就要用音樂 去排解你的屈門 所以一開始其實我都是 你問我 有一種遺憾事不動為望 會不會覺得出了很可惜 我其實答案是沒有的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是我的工作 即使是否全世界的停頓也好 我都是要寫我的日記 交代我的想法 為什麼會有一種遺憾事不動為望 其實是因為高爾祥死了 我覺得他的死是很可惜 很突然之間死 很多人等他死了一刻才來 哭才來可惜 為什麼我就反思自己 為什麼人未死之前你不要增值呢 所以在這段時間 我對我自己的家人 都有很大的改變 因為我覺得心命真的很脆弱 直至到最後終身 我反省了人生本身是一個殘酷 不是美好 但是不要抱著一個悲觀的態度 去望世界 你一定要在裡面找到你自己的哲學 生存的哲學 即外面多亂都好 自己要定 自己要找自己的位置 綜合自己的本分 沒錯 證如之前 可能人們都說 在家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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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給自己一個節奏 沒錯 不可以放棄 睡到12點才起床 然後不知道做什麼好 沒錯 其實真的要給自己一個 很好的節奏 你什麼時候要做什麼 或者你有空做運動 在家裏 做一些探訓運動 其實很不錯 或者看書 提高自己的學術水平 也是一件好的事 好過你無所節奏 在家裏 不知道做什麼 就過了一整天 其實早幾個月的時間 是很難捱的 真的很難捱 但其實突然間 亦都是多了很多時間出來的時候 有沒有為自己去增值呢 你呢 就應該用你的音樂 去幫自己寫了很多日記 其實除了這首歌之外 是不是還有其他第一母音寫了 其實已經是 所以我的作品 今年會出五首歌 公司都覺得五首可以的 現在正在製作的階段 但這五首歌都是我自己做的監製 所以在時間那裡 真的有點難控制 我希望真的可以出到五首 但自己做監製 其實不是應該容易控制嗎 因為你一個人想不到 就是編一首到一首 但如果你找人做監製 可能同時 拼一三四首 我不要消失 我不要屈殺 我的呼吸 大家吵氣喊 跳一架紛爭 降一架體溫 最終那一刻終碎發生 今次這首《彩合眾聲》 其實你剛才也說 可能是借用死亡 即是大題材不斷包 但裡面還有其他細微位 但上一首歌 其實你也是因為眼高而長的死 而觸發到你的靈感 因為其實兩首歌 都跟死亡有一個連繫 或者扣住在這裡 生死這個題目 是否真的在這幾個月 特別令你看得重 的而出過是 之前我的人生 我只是夢想 所以寫了一堆追夢的歌 信仰 接著一段時間 但開始體會到 世界其實很殘酷 其實我已經不是追夢那麼表面 而是你的人生責任 即是每一個人 其實我覺得 在這個世界上 你是要有一份責任 如何可以為社會貢獻 而不是純粹 即是之前我是為個人 我可以做 我可以怎樣 但現在我想做多些為大家 可以改變一些東西 實飲感比較重 使命感比較重 對 使命感比較重 有了這個叫做覺悟 在這裡的時候 發覺會不會包袱也重了 在你做音樂的時候 沒有以前那麼隨聲 這個又沒有特別去 覺得重了 因為我自己慢慢 隨著年紀成長 慢慢都寫到一些 不是刻意寫出來的 這些是你慢慢經歷 有年齡之後自然會出現的東西 如果你說早期的我 刻意寫這些 那我真的難 因為我都未體會到 但其實我相信 人去到某個階段 你自然就會 體會到當下的故事 其實我現在還要做爸爸 應該更加多東西 感受更加深 我下一首就是 在說做爸爸 希望大家都喜歡 不斷隨著自己長大 在身份上可能有變換 在責任上可能會 有更多不同的東西 背負在自己身上 繼續去做音樂的時候 就是剛才我都說 用音樂去寫日記 去記錄你不同階段 你的所思所想 而現在這兩首歌 你都說自己做為監製 接下來那幾首歌 都會繼續做監製 其實今次這首歌 最後終聲 你在整首歌的鋪排 你落了什麼手腳 這首歌 首先如果你聽一開始的調性 你會覺得是挺特別的 因為我用了Dorian Dorian是一個中世紀的音樂 教廷音樂 它其實又呈現一種 我覺得是有少少黑暗的一面 即是有些詭異黑暗的味道 加上我想有少少抗衡的力量感 有些掙扎的情緒 所以我就用了Rock 所以就把Dorian和Rock的元素 都在一起 變成這個最後終聲 在編曲那方面 其實如果細心聽 是會聽得到很多細緻的東西 譬如一開始得琴 但是背後其實有一陣風聲的物體 呼呼 那樣東西其實我想表達是 每個人的目標 或者生存價值都不同 所以你在那個位置 其實你可以是很空虛 很孤獨 意思是說 可能有些人喜歡乘巴士 有些人喜歡乘的士 你喜歡乘巴士 其實是很少數的 你可能在那裡找不到 跟你一起想乘巴士的人 所以我想表達的那種 好像地獄那樣 你一個地獄走 但一直都沒有人跟你一起走 然後很冷 很難受 在Pre Chorus那裡 我特意不填詞 有幾層好像靈魂的聲音 呼 即是那些音樂 慢慢慢慢去到後面 就是開始激昂 開始要鬥 要跟你去打掛 要發洩 這樣的情緒 這首歌是這樣的 原來在這首歌的細節位 你做了一些手腳 令人感覺到那個 沖涼的感覺 空虛 好了 這首歌其實挺好玩的 下一首歌你就說 講自己做爸爸的心態 應該是溫暖一點的 這首不趕著 大家自己去 好 即是說 我們今年已經聽到這兩首歌 你說希望今年派五首 打落應該還有三首歌 會見到你 沒錯 下次再聊天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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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